去年9月,中国在全球率先量产了钠离子电池,如今,搭载钠离子电池的新能源汽车终于来了。 2月23日消息,在第二届全国钠电池研讨会上,由大众集团和江淮汽车的合资品牌4号新能源汽车,钠离子电池龙头企业中科海纳两家公司联合打造的第一台搭载钠离子电池的试验车正式公开亮相,一时激起千层浪。 铝资源的紧缺本已令钠离子电池热度居高不下,而首辆试验车的亮相更使业界位置一振。 本期影片小编就为大家聊聊这款钠离子电池试验车的配置情况,以及和当下大火的新能源电车对比有何优势或者劣势。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本次搭载钠离子电池的车型为4号AX10花仙子,这是一款两厢版微型纯电动车。 目前,4号新能源汽车旗下有4号爱跑、4号AX10花仙子、4号E40X、4号E50A等车型。 4号AX10花仙子车型,是江淮汽车集团在2021年年底推出的一款A00级纯电动车型。 定位为主打女性短途代步车,其锂电池版本搭载的动力电池包,是电池容量为30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续航里程约300公里。 该车磷酸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约140千瓦时每千克,市场指导价为7.89万元至8.99万元。 而此次亮相的纳电板,4号AX10花仙子试验车,标称续航里程252公里。 搭载的纳离子电池包容量为25千瓦时,电芯为原柱纳离子电芯。 电芯单体能量密度为140千瓦时每千克,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为120千瓦时每千克。 支持3C、4C快充,快充模式下,充电仅需15至20分钟。 搭载于4号AX10花仙子试验车型上的纳离子电芯,并不是中科海纳能量密度最高的纳电池。 此次,中科海纳在发布会上还展示了最新发布的三款纳电池电芯。 其中,两款为方形软包电芯,能量密度分别为145千瓦时每千克,155千瓦时每千克。 另一款为圆柱电芯。 快充方面,两者其实是半斤八两,但是从动力电池的带电量和能量密度方面来看, 纳离子电池依旧逊色磷酸铁锂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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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锂 资源丰富、低温性能好、快充性能优秀等诸多优势,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 目前,钠离子电池的进展速度较快,已有成品电芯下线的钠电池厂商,包括中科海纳、传艺科技、多福多等企业。 据中科海纳总经理李树军介绍,该公司的钠离子电池产品正级为同基层状氧化物,负级为煤基无定型碳。 面向市场主流需求,首批推出以上三款钠电电芯产品,该产品具有长寿命、宽温区、高功率等特征,可实现规模化量产。 该公司目前正与多家企业推进合作,此次发布的钠离子电池产品将应用于两轮车、乘用车、商用车、家庭及工商业储能、规模储能等领域。 2月22日,在全省开发区三个EP活动中,万吨级纳离子电池正负级材料项目,在山西宗改示范区正式开工建设。 这是中国首个万吨级纳离子电池正负级材料项目,填补了国内外市场空白。 万吨级纳离子电池正负级材料项目,由山西华纳同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位于宗改区萧和新兴产业园区,占地面积110亩,总投资约11亿元,总建筑面积9.57万平方米。 项目打产后,可年产纳离子电池正级材料2万吨,负级材料1.2万吨,实现总营收20亿元以上。 该项目的实施,推动了纳离子电池及关键材料的产业化,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纳离子电池领域的领先地位。 此外,另一家纳电池厂商传艺科技,其纳离子电池中实现,已于2022年10月27日实现投产,生产顺利,工艺正在进行持续优化。 其纳离子电池中实现的产品为18650原柱纳离子电池,已于2022年12月中旬送到第三方测试机构进行测试。 其纳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为157千瓦时每千克,低温-20摄氏度时的容量保持率为93%。 在两个星期内测试了100多个循环,容量保持率达到99.6%,表现出了优秀的低温性能和循环寿命。 随着碳中和成为全球共识,新能源产业已进入多层次、多类型、多元化发展阶段。 愈发细分的市场对电池提出了差异化的需求。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对于电池基础材料的研发速度正在加快,这为纳离子电池的产业化打开了双向窗口。 事实上,纳离子电池并不是新鲜事物。 在此之前,纳离子电池主要被应用在储能电站、低速车等领域。 相比锂离子电池而言,纳离子电池最大的优势还是在成本以及充电时间上。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三元锂电池,即便是在直流快充的加持下,将电量从20%充至80%,通常需要30分钟的时间。 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时间则更长,而纳离子电池的充电时间只需要15分钟,解决了电动车充电时间过长的问题。 此外,国家层面不断释放积极信号。 近两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相继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十四五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划,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均提到,要研发纳离子电池等新一代高性能储能技术。 中国纳离子电池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根据纳离子电池各潜在应用场景对电池的需求量进行测算。 理论上,纳离子电池在100%渗透的情况下,在2026年的市场空间可达到369.5级瓦时,市场规模达到1500亿元。 此次,纳离子电池试验车的亮相实现了纳离子电池从0到1的突破,那么这是否有助于未来纳离子电池取代锂电池的江湖地位? 纳离子电池在多维度都具备较强竞争力,成本优势首当其冲。 这商证券数据显示,纳离子电池当前小市、中市电芯成本在0.8元每瓦时至1元每瓦时范围内波动。 预计产业链配套形成后,电芯成本有望下降到0.5元至0.6元每瓦时。 中长期进一步下探至0.4元至0.5元每瓦时,降本近30%。 在电池回收领域,纳离子电池更具环保性。 纳离子电池回收技术与设备基本适用于纳离子电池,纳离子电池的回收利用相对更加安全。 由于没有骨或石墨等原材料,纳离子电池对环境的危害更小。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纳离子电池质量能量密度低,无法支持长续航,因此应用场景相对有限。 据小编了解,目前纳离子电池还可以用于国际电动二轮车、储能电池和IDC备用电源等场景。 但随着纳离子电池技术和性能的进一步成熟,其应用场景和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据这商证券数据,目前,国宣高科、亦伟理能、兴旺达等企业处于纳离子电池研发和技术储备阶段。 派能科技、百川股份等公司处于小市阶段。 蓬辉能源、童心环保、传艺科技等已进入中市阶段。 宁德时代、维科技术、福能科技等则具有明确的产能规划,处于量产布局初期。 一家纳离子电池相关上市公司工作人员透露,现在不少公司都已进入纳电池小批量生产阶段,但上游材料还未量产导致成本较高,尤其是负级材料成本很高。 纳电池短期内实现量产仍有难度,因此,纳电池汽车目前还处在概念阶段。 不过好在,纳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即储量比较丰富。 在地壳中,纳的含量是理的1350倍,因此,碳酸纳的价格不到碳酸里的1%,而纳离子电池的成本要比锂离子电池低约20%。 更值得一提的是,纳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工艺相似度颇高。 纳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一样都属于摇椅电池的模型, 区别在于,把正极和电解液换成了含钠的正极和含钠的电解液, 同时,把石墨和铜箔换成了硬碳和铝箔。 纳离子电池的生产工艺与锂离子电池趋同,技术可复刻,设备也可迁移。 纳离子电池产业化,时间有望进一步提前。 随着各大纳电厂商不断加快纳离子电池的规模量产和商用步伐, 2023年将成为纳离子电池的商用元年,期待更多纳离子电池产品出现。 好了,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